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拥抱大香港主义》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拥抱大香港主义》的早晨节目 来到第二节 收到课金 大家在出口给点反应 看看第二节听不听到 还有课金巴又给点反应 我现在在打激烈的课金战 我一定要红据这个第一位 不可以被人怕 我投资要加薪金30% 节目即时课金 只有200元不够 多些课金才行 只有一条课金 有200元课金就是早晨 和家人三个月病三次 叫我帮忙想祈求身体健康 好 晚点出神社就帮大家 帮你祈福 有没有其他人要祈福就快点 就算不是祈福 都可以课金给我的 支持一下我 加薪金也要 整个台最值得加薪金的人 一定是我 没有讨论空间 所以就快点 快点 课多点 等我可以加薪金 我很需要加薪金 那 这节讲什么 都跟人工相关 都跟做事相关 刚刚有个 有个报告 就不关香港事 就关美国事 他说美国的大学生 居然出现一个大学生人数下降的趋势 最主要是因为美国人 开始怀疑大学教育的价值 还有在自我投资的道路上 到底大学学委的职场 或者未来工作上的价值 的关联性有多大呢 那美国的调查显示 过去的十年 美国大学生的数量 总共减少了四百万 这就说不单是跟疫情 和人口下降有关的 最主要就是年轻人 对大学教育的价值 就开始怀疑 开始怀疑这些大学位 不再像之前 那么有社会价值 觉得上大学 读大学 浪费时间和金钱 那 于是有很多人都觉得 尤其是 就是在劳动市场上面 那就有 譬如有 因为大学的学位 有很多时候 就 虽然美国我不太理解 但是譬如他那个报告里面 都说 就是一些 软件工程师 就是做IT 那做IT的薪酬 就 因为在IT兴旺的时候 就有很多IT学位 那IT学位出来之后 就变成了 就那个 那个薪酬 因为其实近年 那些IT的工 就是因为工不 因为工过于求 实际上很多人 于是乎 就那个 那个 薪酬在美国 就不是说很高 年薪是12万美元 但是相比起之下 就是那个平均数 平均数 就是年薪12万美元 但是呢 相比之下 无需学位的 汽车维修员呢 平均的那个年薪呢 都可以去到就是 八万 至九万美元 那样 于是乎呢 还有那个 入职要求低很多 还有可以早很多年入职 那样 于是乎呢 就会觉得呢 就是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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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 加上就是那个 职场的满意程度 还有那个工作环境 等等等等 加上各样的影响下 于是乎呢 就有越来越多人呢 就会觉得就是说 喂 呃 呃 就 不读大学就好过了 那这样 那这样 其实呢 我觉得在香港呢 是更加明显的 那但是 香港你说 大学生 会不会减少 那将来就会了 因为将来人口 直接都减少了 那但是呢 就整体的 社会呢 是 事实上 现在事实上 就是 已经持续了十几 已经持续了 十几 我想持续了二十年 就是基本上 是全民大学生 那就是 但是呢 就大学学位 实在是太多了 那而且呢 是 有太多很夸张的 一些未必是 设计的学位 可能一些depotment 或者一些所谓的 专上学位 譬如之前那位节目都讲过 譬如那些这样的 那些什么东西 曾经 轻电竞的时候 就有那些什么 电竞管理学位 或者那些什么 电竞的 电竞多媒体管理学位 什么叫电竞多媒体管理学位 就是 你打电竞 然后就管理你的电竞 可以 在不同的媒体平台播出来 那你就是推麦 就是游戏实况市场的推麦 他有个学位去读的 他有个学位去读的 那就是 不同的时间 譬如电竞是一种 跟着 然后 再之前又有些 IT 或者是 譬如好像 那时候还有通识科给你做教师 有很多 去培养通识科老师的学位 虽然他不是特意去培养 但是出路就是做通识科老师 就是很多这些 无聊的学位 是 其实 就是 不可以说无聊的学位 就是 无无聊就看看你怎么看 所谓无无聊 我之所以会觉得有些学位无聊 又或者有些学位 没有一个所谓的社会价值 其实我们用了什么角度去看那件事呢 我们就是用了那个 职业先修的概念去看那件事 就是我们认为 那个大学的教育 专上的教育 应该是涵接你 那个 未来的career path 于是乎 我们就 用这个标准去理定下 其实社会上面有大部分的学位 其实他是做不到这个功能 他是没有办法保证到你 读完之后 读完之后 诶 你就可以 诶 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 读这些是读来做什么的呢 而其实大学学位不是要来这样用的 就是 你一个专上的教育 高等的教育 他可以是追求知识 或者是去培养一个 令到社会上面有一帮人接受了专上教育之后 他是成为了社会上面的知识分子 但是你成为了知识分子 不代表你 是跟你未来的职业是行接的 而事实上 社会上面九成的人 他大学正在读的东西 他专上读的东西 跟你正在做的东西 没关系 而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 原本应该是没问题的 原本是没问题的 你说你读完的东西 是不是要做的东西 不一定是 如果大学学位不是那么多的话 如果大学学位 是比较少一点的 也就是说你限定一个数字 社会上面某个%的人 他可以去读大学 或者他 有条件去读大学 有条件去读大学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你在 你在学术上面 或者你在学习能力上面 你是有一个这样的 积身知识分子层面 如果你不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就可惜了 也就是说第一件事 就是那个 修生的标准要高一点 修生标准要高一点 就是你是培训社会上的精英阶级的 而当那件事是培训社会上的精英阶级的时候 你读的东西和你做的东西就没有关系了 因为当你是一个精英阶级的时候 我们不会问精英阶级做哪一行 因为精英阶级是负责去管治的 精英阶级是负责去管理的 管理没有所谓做哪一行 就是管理人才的时候 其实你说你熟不熟行的 管理没有所谓熟不熟行的 我告诉你 管理一个餐厅 管理一个参饮集团 管理一个唱片公司的技能 那件事是不关熟不熟行的 有些人会觉得 有没有所谓外行管内行 去到一个精英层级的管理 其实就不关这件事 因为最后就是管理人 最后就是管理人 最后就是一个知识 和一个人制管理 和一个权力体系的了解 资源调配 资源配置的理解 但是呢 这个社会又不是 社会就是灌输大家的价值 我先说了专上教育 应该是一件什么意思 那件事是应该有阶级的 那件事应该是分阶级的 那件事应该告诉大家 专上教育 专上教育是培训精英阶级的 专上教育培训精英阶级 里面当然可以细分不同的科目 但最主要就是数量不可以多 你告诉人 你浸身了大学 你成为了大学生 你就是会浸身一个精英阶级 而会浸身精英阶级 就有两种人会 会浸身精英阶级 第一就是说 你在学习能力上 真是很飙青 那我唯有等你去上松 第二就是 你根本就不能休财 不能休米 那你家里有钱的 那你就可以去做 那你去接受一个 你去接受一个高等的教育 那就是因为你本身 你的阶级就是上流 那这个就是suppose 我认为 在社会上 专上教育应该有的状态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的话 学位不应该这么多 不应该这么多人去读大学 但问题就是 世界就是反其道异行 世界就尽量令到 专上教育的学位就普及了 因为是所谓的知识型 所谓的知识型经济社会 于是乎就令到人人都受到 就是希望全民都专上教育 于是乎 学位就极端泛滥 以及灌输了一个价值观 就是出来做事 必须要有学位 必须要有一个大学的设计 于是乎 譬如你现在所有工都要求大学的设计 什么东西都要求大学的设计 有什么必要 有什么必要 所有工都有大学的设计 是不必要的 但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要求 但你不要求也好 因为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设计大学的时代 如果你请一个人 譬如你请一个文职 如果你请一个文职 连大学都考不了 你会怀疑那是什么人 你会觉得没有理由 怎么可能你做文职 你做文职你连学士学位都没有 那为什么 你要解释为什么你连学士学位都没有 在现在的时代 在这样的香港 怎可能没有 你无论如何 稍稍专上学 你不要说是设计 那些 我都不懂得分 现在有很多专上学位 已经 副学士的设计 已经有一大堆 那些叫做专上学位的学历 正确实有的 那你任何一份工作 你一定会这样要求 一定要这样要求 那于是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读大学 而我之前已经说过一件事 其实 现在的大学 现在的大学 其他地方的教育我不敢说 香港的大学位是真的浪费时间 因为事实上 不是那么多人会晉身精英阶级的 嗯 就是你晉身精英阶级 你是晉身精英阶级 或者是在社会上 你会晉身一个管理或者统治的层级的人 你自然需要一种通才的专门 不是通才的专门 你是需要有一种通才的精英教育 然后你才可以做到一个管理层级的人 但是社会是不需要这么多这些人的 而大学学费又贵 又这么多人因为读大学而搞到负债 那你 香港的大部分人都已经 需要面对 这个这样的楼房的贷款 就是你基本上你的人生 就已经是 预了有一段 大部分的时间 就是背着这个 这样的 工楼的那一笔债 你还要背着一笔 学债 那你怎么办 而你背着一笔学债 于是乎 你又逼你 必须要在这个 职场上面 完全缺乏弹性 你基本上很难选择 因为你继续要还钱 你继续要还钱 你不能走 你什么东西都要唯有去做 追着那个债务来做 但是 你又没有弹性 而且你的选择又没有 而你的学习的时间 你投资了这么多下去 你投资就要求回报 如果你是 学费对你来说不是一个投资的 也就是说你本身有闲钱 你有闲钱就无所谓了 你有闲钱就不会有学态 不会有什么 但是你就是因为 你之所以你读书 读到会有学态 要借钱地读 那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件事是一个投资 但是投资又没有回报 你读完书之后 他又没有保证到你会高薪厚职的 他没有什么可以保证到你 你反而你好像阿飞 早点出来做厨房 他的人工比你更高 很多 阿飞很早的人工就已经高过很多大学生 是不是 但是你 你 你 阿飞 现在反而做楼面 你有些 炒散的同事 反而是大学生 有啊 是啊 是啊 那就大了 那他的投资就完全没有回报 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骗局 就是你骗够他 给这么高的学费 跟着那件事对你的职场完全没有帮助 但是这个就是整个社会观念的错误之处 大学学位理论上不是职业先收课程 就是这个世界应该分流他的嘛 就应该就是说大学学位还大学学位 大学学位是一个精英教育 专上教育是给精英的 那如果你想职业先收呢 那些就应该不用这么贵的学费 也不需要这么高的入读门槛 然后就有些人就走向职业先收的道路 就是譬如他去专业去 你说做建筑啊 装修啊 駕駛啊 厨房啊 那些呢 就由那个路径去做 那么他可以选择去读还是不读的 你可以选择这些职业先收 又或者你可以用以前80年代那种 70、80年代那种做法 你可以红富仔跟师傅 阿飞也是跟师傅 虽然跟师傅出卖了他 但是如果你跟师傅你就不要出卖他了 那你可以维持着师徒制度 那好了 那接着就 于是乎你的社会合理地去分流 你的社会合理地分流 你早点不读书的 你就要学师 你学师 你觉得学师没有这样的人制 没有这样制 那你给一点点钱 就不是很多钱 你给一点点钱 就可以去职业先收 但是如果你给得起钱 你想要晋身精英阶级的 你就去大专 而大专那里呢 就是 因为他人少 那大学生的身份又矜贵了 那于是乎大学生 你就会是管理层 就是你在社会地位就会不同了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 很多人给了钱 浪费时间 去做大学生 但是你没有社会地位 他也没有职业的保证 你说你不同 你读完一样东西 他是有一个 他有一个 一个专业的资格 比如说来说去 读大学 就是说来说去 就是医生律师这些 医生律师 他有牌照的 他的学历是保证到 你一个专业的资格牌照的 那你 那你就直接 晋升到另一个阶级 但是如果不是牌照的 你起码就是说 你就算读哲学 你就算读文学 这些东西本身对你未来的工作 职场是没用的 但是如果那个学位够少的话 如果学位是少的 你甚至是一个文学院 人民科学学院 如果学位是少 晋升到这些学位是艰难的 你读完虽然他没有牌照 但是你本身是某某大学毕业 某某大学就算是文学院的毕业生 你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社会地位的象征 如果他读完的书 他能够成为一个社会地位的象征 那你在上流的阶级上面 你都得到个便利 而且当然假设就是你有上流的能力 你在一个入学的时候 你就篩了 那怎么去看那个人有没有上流的能力 他家境好不好 很直接 你家境好 你的背景好 那你本身就在上流社会 你当然要接受上流的教育 你说不是你家境不好 但是你的学术能力上 你是一个精英分子 那你就会给予这些人有一个上流 越过阶级的机会 你的大专教育本身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精英的系统 好了 但是你现在 学位泛滥 他不再是一个精英系统 你不是精英系统 你不要收人这么多钱 你不是精英系统 你说周街倒沙 不要紧要 你 你保贴了毒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根本就不 应该收人这么多钱 如果不是你 读来做什么 现在你就是令到大家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要变很多钱 他不是一个误解 而是那个社会的体系 社会体系就是令到 各种九五八八的一般office文职 全部都有一个大专学力的要求 于是乎 那个就变成了 在社会上做文职的一个基本的资格 如果基本的资格 是要靠什么 买回来 屌你老尾 那这个就是利益输送 利益输送给什么人 你输送给做大学的人 你输送给学店 根本香港大学最少要执行四间 根本就不应该养那么多的大学教职员在那裡 制造这么多这些这样的学额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学额 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赚钱 他们赚完钱之后 那些人读完书 出来的社会 拿着一张沙子 有没有保证 是没有的嘛 是没有保证的嘛 但是你不读又不能读 你不读 你又连一般文职你都找不到 那现在呢 譬如美国的出路 美国的做法 就开始突破了这个盲点 不是美国的做法 是美国现在那个社会的现况 而我觉得这个现况 都会将会在香港出现 因为事实上 其实早几年就已经讨论了 早几年就已经讨论了 早几年就已经讨论了 在厨房 在餐厅洗碗 高人工过大学 所有大学生 事实上是的 事实上是的 原因就是 你洗碗做不来 你洗碗很难做的 洗碗很难做的 尤其是你读完大学之后 你的人已经 一个人 一个人未读大学之前 是比较 那个 整个社会能力是强些的 你读完大学 社会能力已经上弱了 你读完大学 因为社会能力削弱了 社会能力削弱了 然后再去做 洗碗就做不到 而且一般人都做不来 其实洗碗 那洗碗是一个太极端的例子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大家慢慢就会发觉 就是 喂 就是 那开始以前 以前讨大学 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可以去做教书 就是因为有很多 譬如有大学位 可以去做到的一些 一些比较优险的职位 就是比如公务员 教书 还有就是 考督察 那些 但是 但是 现在 虽然学 老师走了很多 但是 杀校都相信会杀得很狠 因为移民潮之后 我相信过多一年 那些教师职位的空缺 就会没有那么多 那么 而 慢慢 就会有很多人 读完大学 读完大学 其实我想说 在其他地方 我没有仔细研究 我没有想过 在香港 读大学的 违禍是挺大的 他有很多个问题 第一就是 他没有一个职业銜接的功能 他对未来的职业 功能很低 于是读完大学之后 你要从头开始去学习社会技能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么 就是学费贵 浪费了很多资源 浪费了很多资源 浪费了很多钱去投资 但是没有回报 第三件事是什么 就是时间 你除了投资钱 你投资了时间 那你一个人 读大学读到20岁 大学不如是21岁 我都不记住 大家提一提 我大学不如是21岁 还是20岁 应该是21岁 你读大学读到21岁 一个人21岁才投身的社会 是很相似的 首先香港的年轻人又操作梦梦梦 就是在读书的期间 对社会的接触面又少 然后大学又搞得越来越 就是大学是一个微型社会 但是大学又越来越封闭 又越来越做不到效果 越来越做不到技能 那么 于是乎就是 读到22岁你才才毕业 然后你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浪费了很多钱 然后对社会又陌生 然后呢 就 然后 在 出来社会之后 还要慢慢思考自己的人生路径 你要花几年时间去想想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你还要试呢 就要试一下这样试一下那样 你要试一下这样试一下那样 然后还有一些 哈利世代又不原业又要旅行一年 你22岁你才旅行一年 然后才做事 然后23岁 23岁 然后事工可能尋找自己的路径 就好像姜濤在颁奖礼和Fanky说 姜濤也勉励Fanky 我知道你很努力找自己的人生目标 找自己的目标 你慢慢找 你找目标 你找几年 可能你22岁23岁入职场 然后你找目标 找了三年 你可能找到26岁 你找到26岁 终于找到你的目标 但是你投身一个职场 投身一件事 whatever 你是做creative的 做accountant的 或者是某个方面的专职投注内 你怎样都要做三年以上 你才叫做是一个有经验的人 你做一个一年半载 不要说自己有经验 你没有回三年的浸淫 你不能说自己是一个experience的人 那就是说你真的成为一个合乎经验的人 你要去到30岁 你才是合乎经验 例如举例有一个人 他叫阿强 阿强22岁不业 阿强22岁不业 他摸索自己的人生 去看看世界 他旅行了一年 23岁 跟着他23岁就开始到处打滚 试试做杂志 试试做出版 试试做各样的东西 各样美术的东西 摸索了一轮之后 他呢 就去到27岁 27岁就终于决定了一件事 我觉得电脑绘图是我未来的人生即知 然后就努力去练习 努力练习电绘 然后终于去到30岁 电绘的技术已经怒火纯清 然后AI就横空出世 然后他就没有用他份工了 他刚刚30岁成为一个 非常技术的电绘画师 刚刚投身了 在大陆 就找到一个这样的手游 方兴未艾的时候 他就成为了原神的绘画师 忽然间公司就炒掉了所有的画师 就由AI取代 然后他就在那里 就轻了机 但不要紧 40岁人生都可以再出发 50岁人生都可以再出发 50岁人生再出发 都没有问题 譬如好像阿菲现在40岁 阿菲现在40岁 还在思考自己应该做楼面 还是做厨房 思考几个月 思考又不是几个月 思考了半年 思考了半年 但他做楼面做了一年 他做楼面做了一年 那一年里面有半年 是思考应不应该做楼面 所以这些人 都不专心做事 真是大楼面做 你叫他做一件事 他做事的期间 就不断地想想 想了半年 那他现在40多岁 又人生再思考再出发 有什么不奇 有什么不奇的 没什么的 其实是没有东西的 人生什么时候都可以再出发 但问题就是 你任何事累积了都是经验 任何时间累积了都是经验 但是大学那段时间 是被人压够了 有点 所以我经常都说 作为大学生 我经常都跟大学生说 如果在做大学的朋友 我都说你趁这段时间 尽量玩 宁愿尽量玩 就是你在那个 因为你给了钱 大学最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什么 就是撇开了所有其他东西 比如Ivan 也有一阵节目 他讲过 他一边读书的时候 一边去想 未来可以做什么 可以思考什么人生的路径 你不落地去做 你是不会知道的 你不下手做 你是不会知道的 那些东西不是想到出来的 就是career path career path 之所以有一个 path 是因为那条路是走出来的 你不走下去 它不成一条路 而你一直在大学校园 你就走不到一条路 你怎么想它都不会有的 你在籌备什么 各样东西 所以你最好的目标 即既然已经下了这个汤 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你大学生涯里面 尽量玩够本 在人际关系上面 所以我经常都说 大学尽量扣女拼 你除了大学没有那么多女 哪个人生的阶段 会有那么多女给你选 哪有那么多女给你扣 尽量去玩 尽量去玩 尽量去 你给了钱 而给了钱 也花了青春的时间 那件事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大学的校园 和校园聚了那帮人 除此之外 其實其他事情在這個時間 你想很多的未來工作 你怎麼想都想不到 你怎麼想我做這些對未來的工作 未來的投資有建設 其實是沒有的 事實上全部都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我經常主張一件事 為什麼大學可以花幾年去玩 就是因為讀大學的人 應該是精英來的 那精英當然可以花幾年的人生去虛耗玩 但是你說不是 我社會上不是精英階級 那我花幾年去玩 那你就做一個偽精英分子 你雖然不是一個精英階級 但是過著精英的生活 起碼虛道了幾年剛音 但是如果在整個社會規劃上 那你是不是虛耗了這些人的人生 你是不是虛耗了他們的剛音 虛耗了他們的時間 那當然 你不單止虛耗了剛音 虛耗了這些時間 你還收了他們的錢 你收了他們的錢 所以 所以 所以在 所以在 真正的社會規劃 人才規劃上來講 我從來 在幾年前 我就已經主張這件事 最最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 根本不應該有這麼多大學 根本就不應該讓社會上 有這麼多人讀書 讀到22歲 當那些人 是需要 為口奔馳的時候 你就應該早些給他 職業先修的路徑 你應該等些人 讀書讀到中六 其實讀到中六 其實整個系統都是 我覺得以前的時代 我覺得以前讀書的時代 中三會篩走一班人 中五會篩走一班人 去到御科就直接入白 去到 讀到中五的人 多到都讀大學 因為御科畢業比較奇怪 就是 以前兩個會考的制度 兩個會考的制度 你令到 有一班人中五就畢業了 有些是再早些 有些是中三就不讀書 九年免費教育 完了就不讀了 那些就早些去跟師傅 早些投入勞動市場 中五畢業 中五畢業足夠做文職 或者做一些低級文職 然後御科畢業可以做一些 合理的文職 這些人你早些給他職業先修 然後剩下很少數的精英分子 就做大學生 那麼社會階級就合理很多 還有就是大家 在大家不同的社會階級 有不同的合理的人生路徑 但不是 社會追求平等 社會追求就是大家都有大學位 於是大學位就耗費了很多人的金錢 人生 最主要就是他對社會期望有偏差 他對未來的期望有偏差 於是搞到他就 亂了大陸 而且現在大學是四年製 以前是三年製 現在是四年製 這樣 那你說 唯一就是說 但是現在 香港的環境就是 你不讀又不行了 你不讀又找不到工作 於是陷入了一個很惡劣的惡性循環裡面 那怎麼可以打破呢 那就是 美國那些人可以決定不去讀大學 現在剛才我們一開始講的課題就是 美國越來越多大學生流失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大學生流失 那就是 因為 做技工類 又或者是一些 譬如你做 整車 建築業 那些 那些賺錢的空間多 但是香港呢 香港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事情是被南亞人做了 你不能夠去搶 你在香港現在做黑社會 你都要跟南亞人爭 譬如之前 業主立運法團那件事 那個刀手都是南亞人 你做亡命之徒 你都還要跟南亞人爭 不要說送外賣 你送外賣要跟南亞人爭 你做刀手也要跟南亞人爭 你做什麼賊 你都要跟南亞人爭 你一街都是大學生 高不成低不淘 你叫做 我送貨 做地盤 甚至乎我做 我做殺手 好嗎 你做殺手 你都要跟人爭 便宜 鬥賤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給其他地方 你說我想脫離 這個 惡性的 廉價學際的循環 又更難一點 在香港這個地方 更難一點 所以 因為你香港地方小 不是 你變成了 你就要由架構的體系 去改變 而架構體系最核心的地方 趁現在移民潮 趁移民潮 現在人少了 人少了就教訓一下這個學店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開始殺校 就由小學開始殺 小孩走了很多 那你慢慢循環 不過 又遲些又回流潮 不知道怎樣 但是理論上 其實 那個殺校潮 就應該由這個小學 殺到上去中學 其實最應該殺校 就是殺大學 接了三間大學去先 你一來大都匯匯 接了三間大學去 這樣 起碼坐底小三間 坐底小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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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 整個社會的結構就不同了 這樣 誒 有課金巴有些反應 三八八十 多了 多了一百八十八 喂 再多些才行 一百八十八元 就是請大鏗代求神保佑諸事順利 家人健康平安 然後二百元 就是第一節課 就是早晨 同家人三個月病三次 叫我幫忙上香祈求身體健康 喂 多一點課金才行 多一點課金 這樣等你們課金 好 那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我們就 這個就是我講的教育改革 最直接的教育改革 起碼第一件事 切三間大學 什麼都沒有說 一切了所有東西 就會 就會核心的變化 撿三間 撿三間 撿哪三間再說 好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休息一下 稍後繼續